这是Coco 一只脸很小 但肚子很大的布鲁猫妹妹 在2021年 她来到了我家 这是刚来的样子 因为很突 我差点就起名叫突突 但一想到突突 我是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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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不会觉得 我都在喊她 还是算了吧 这是她刚满一岁的样子 很奶萌 整一个天真无邪 想到她的年龄也合适了 我送了一份豪华绝育大礼 到后来我才知道 布鲁猫其实三四岁 才算完全成熟 不知道这份大礼 我是不是送早了 这是她两岁的时候 开始长微博 有点爆毛的趋势 变得越来越好看 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但好景不长 春天之后 疯狂掉毛 微博没升级错 反倒剩下了眼中 依旧清澈的愚蠢 可可其实很不符合 现在主流的大脸盘毛审美 就是她的脸是一个倒三角 很小 无论身体怎样发福发胖 脸就是很小 再加上她是母 毛不会发塞嘛 但一开始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很有个性 为什么到人身上都喜欢小脸 到猫身上就一定要大脸呢 我们俩回来找吧 之前因为我爸妈家空间很大 可可跟他们生活了很久 她有单独的房间 可以在家里撒欢地跑 换着阳台慵懒地晒太阳 但今年我把她接到了 我这边一起生活 可家里面积不大 有时候出门怕她捣蛋 就要把她关卫生间里 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 不过我挺感激 她从来不在意我对她的各种安排 总是逆来顺受 家里唯一多出来的空间 就是那个有四个平方的 开放式小阳台 平时超级机会 之前养过绿植 后来就拿下放杂物了 可可对那个不准她踏足的地方 非常的好奇 而不断累积的羊毛知识也告诉我 一定要封窗 既然封窗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空间 用来放更多的杂物 同时为它提供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行动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去敲定方案 寻价对比 安装师傅用了一周的时间准备材料 最后花了一天的时间拆旧换新 我定制的是断桥旅窗 加双层横向推拉窗户 加自动窗锁 加纱窗 一共花了4200 这个价格算不上便宜 应该也在合理范围内吧 在封窗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因为建筑设计的原因 这个小阳台 它是没有放空调外积的地方 那封窗之后 这空调外积又放哪里去呢 原本空调外积是放在这个台子上的 占住了一部分的室内空间 如果说定制一个专门的铝合金窗户来放 成本很高不说 看起来也会很难看 那如果说在玻璃上钻孔预留空调管位 然后把外积放到专门的地方去 就要拉10多米长的延长管 花1000多2000的安装费 建议阳台夏日曝晒 是不可能没有空调的 于是我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 买了一台室内空调机 用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 它体积比较小 没有外积 并且可以放在室内 安装也比较灵活 排风管 默认是装在配套的窗户隔板上 也不需要在玻璃上钻孔 但隔板的密封有些麻烦 当然并不好看 长期日晒风吹很容易老化 同时它的安装还需要把推拉窗户锁住 其中一扇窗是推不了的 实测下来用这个机器最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炒很炒 接下来我打算简单分享一下 这种室内空调机的效果和长期使用感受 保证会劝退很多有想法的朋友 凉台风窗空调搞定 接下来就是合理的规划和利用空间了 我首先是把N年前组装的一台旅柜搬了进来 当时买来用做鞋柜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很新 它超级能装 我上面的几层用来放coco的用品 下面放鞋放工具啥的 关键是它防水且防晒 除了比较丑之外 其他都很适配这里 旁边的最下方我用来放电动猫砂盆 为了更好利用上方的空间 我新添置了一个多层植物架 测量了空间之后选的 但它的质量不太好 每一层的隔板都很轻薄 由于我没有装底层隔板 它的重心也不太稳 还好靠墙和柜子 做了一些简单的加固也就还行 维尔的优点应该就是价格便宜 可以随意调节层高 装好之后 Coco经常喜欢跳到二层躺着 但它的弹跳能力极差 每一次要踩一脚猫砂盆再上去 我担心久了之后 弄坏机器就延伸了一块木质挡板 来防止机器误触发 现在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太喜欢这里了 我就添置了一个盆 现在就成专属睡觉点了 上层用来轻度收纳 实际上它原本的窝在对面 用了两个旧的一家藤边箱垒高 但它现在完全不睡这边了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它的杂物对放点 藤边箱也是它抹爪子的地方 考虑到经常冲洗阳台 我给最下层的箱子加了4个垫脚 方便排水 在收纳箱和室内空调机的左右夹机之下 水槽放置的位置就很有限了 阳台水龙头位置显然和水槽已经有些错位了 我用了一根可弯折方向的延长水管 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样我也没有放过这面墙的立体空间 把两张网格用钉子钉在墙上 用于悬挂小物件 它没有那么调皮 所以我完全不担心它会去抓这些东西 而固定这个网格 我最初用的是炮钉枪 当时一枪下去 直接把枪打穿 打了这么大一个洞 后来我就改用小钉子加扎带 还是比较稳的 但肯定不能悬挂重物 至于上方 我装了一个之前闲置的摄像头 就能够远程查看情况 它进入的是HomeKit平台 但我发现效果不太好 经常连接不畅 有朋友知道如何进行优化设置吗 这面墙是没有插座的 所以我从书房拉了插线板过来 整个走线非常丑 但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扣扣的屎越来越臭 我增加了一个抽风装置 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刚好出风管道可以在空调机的挡板上 钻空解决 但就是离它的猫砂盆太远 所以用PVC管子绕着走了一大圈 末端做了一个喇叭口 这种管道风机体积很小 转速可调 可就是噪音还挺明显的 我只能平时低速运行 除臭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对了 我还用了一块遮光率90%左右的遮光布 因为吸晒 虽然丑 但实用 也间接给空调机加成效果了 那么这就是我间家里 半闲置的小阳台 改造成宠物间和储物间的故事了 虽然看着挺简单的 但其实我折腾了很久 每改造一个小地方 都要花个一天左右 主要还是没有经验 很多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去实施的 OK 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大家听过宝大乌鲁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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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